無精症 上集說到無精症究竟是甚麼 原來是指男性可以正常性行為 但精液內就無精重 而無精症亦可以分為阻失性和非阻失性 今集就說吃甚麼可以幫助患有無精症的人 又有甚麼職業容易幻想無精症呢 但無精症跟性能力是否無關係 性能力很強但我只不過是沒有課 是否可以這樣呢 剛才我所說如果它沒有影響賀爾蒙 其實就不影響性慾和性難力 例如剛才阻失性的無精症 它純粹是結構上的阻失令它排不到精 所以它不影響賀爾蒙的性功能和性慾也沒有影響 但如果它本身是高院衰竭的 又或者它本身貨爾蒙的水平是有問題的 那這些情況就會影響性慾 然後就是性功能 所以其實都要看看究竟它是誰出了問題 所以如果這樣說是不會影響健康的 如果我一天不需要有小朋友 其實無精症是沒有太大關係的 都可以是這樣理解的 但如果是男士高院提早了衰竭的話 其實它沒有了一個男性荷爾蒙 可能身體上有其他的功能 可能也會有影響 如果身邊的一位不幸有這種症狀 身為太太肯定就會出盡法寶 如果我給他一瓦生蠔 又煮綠邊 天天煮湯 會不會有幫助呢 醫生 從醫生角度看 當然我們會問一下 首先是甚麼事令它沒有症狀 如果它不是先天性 不是結構性 沒有其他特別的原因 是沒有原因的 可能只是平時人太壓力大 又或者他本身的工作環境 氣溫是很高的 因為症狀對於溫度很敏感 只是這些很普通的原因 可能飲食上這些東西有機會幫到 但當然如果你要問醫學證據 那一定是沒有東西可以確實證明得到 但當然吃的東西如果對身體沒有壞 適量吃就沒問題 你說到高溫影響 我聽過某些職業 例如是消防員或是做廚師 因為爐頭經常在這個位置熱著 都會特別少一些子孫 這個是對的 因為他們對於溫度很敏感 甚至有些人喜歡做運動 喜歡踩單車 專業單車手 因為褲子很緊 而且那個位置的磨擦高 變成溫度上升 都會有影響 所以其實如果有時候 我們不要說無精 只是說男士有時驗精 發覺自己的結果 不是那麼理想的 我們其實都有幾件事的建議 叫他做的 我們叫他不要浸桑拿 溫泉 這些高溫的東西 不要穿緊身褲 有些人甚至說 可能把電話也不要放在褲袋 因為怕他會生氣 熱著 而且那些叫Laptop 放在大腿上 都是儘量避免的 因為始終我們知道 精蟲對溫度敏感 我們儘量不要生氣 希望可以改善到 星星說這些 下集說哪些 音樂 性能胃那些 沒有 收筋嗎 沒有聽過 但是不知道 以前我一定不知道 偉縮的人 打他去看醫生 性生活 包容他 體諒他 臭筋 打他去看醫生 去廁所 叫他男朋友厲害 想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就看下集星星說這些